今天清晨的时候 海龙机场海外这边有一辆八倍多级的货人 它是发生了进水倾斜的状况 当时船上有19名的外籍船员 是来请求救援的部分 而那目前19名的外籍船员 都已经成功地吊挂到了蓝宇机场 后续将用海巡署来协助做安置 那至于船会不会有油污造成污染 因为现在海象不佳 所以也只能先暂时搁浅到了这个海外 来得到海象状况稳定 可能台风远离之后再来进行处理 来听一下现场的最新状况 海岸的部分是在 虽然在中央的部分是那个航港局这边 不过因为后续会有海洋污染的部分 所以在海委会以及中央的海保署这里 也会做后续接手 那海委会在12点的时候 有召集了海保署 海巡署 还有我们县府的环保局跟蓝宇公所 有用视讯会议 那大概有几个指示 因为第一个海象状况不佳 所以会由蓝宇当地 优先调度人力 15到20人 那在安全将来天后 海象安全的行业之下 紧急来进行那个应变 这个作业 第二个因为 除了用先前配置在蓝宇当地的物资之外 也为了预防 因为毕竟这一艘是货轮 它有一定量的存放的柴油 以及低流蓝油 所以后续那个高雄这边 海保署他们有准备资裁 那以及我们台东环保局这边的 也盘点相关的应变资裁 后续如果需要 等船班可以也会紧急在运送货去当地 来做紧急的支援以上的补充 县长及各位与会的长官大好 那海巡署东部部官署 这边针对外居货轮 8倍多级的货轮货轮 对货轮货轮货轮状况做一个报告 那这个状况是在 今天早上的4点28分 那我们海巡署接货 基隆台湾电台的收报 那这艘8倍多级的货轮 在我们南与西方大约18海里的部分 船舱有进水的情形 那当时那个船长是表示说 要进制行做一个排除 那一直到早上5点38分 那船长在通报内抄 他们的货轮失去动力 那船长宣布弃船 那本署有就立即启动了 相关的救援机制 那派遣我们本署是派遣高雄 前往这个协处 那在早上6点44分的时候 那第一架是空增机 有起飞要前去做一个 人员吊挂的动作 那因为抵达现场之后 把那个能见度附加 那没办法实施这个吊挂 所以就返回空连机场 那一直到11点39分的时候 那第二架是空增机 有成功雕跨6名的船员 那到南宇机场 那在下午的1点51分 另外再雕跨7名船员 那在2点下午2点15分 有再雕跨6名船员 所以总共19名船员都平安的调化到南宇机场 那过去是由湘工所这边来协助做一个 安置的动作 那这艘货轮如湘工所所报 在下午1点11分的时候 已经搁浅在这个大概隆文港南社的暗季 来做一个搁浅 那因目前受台风影响 然后风浪不佳 那我们就是会派遣 我们开运安全所的人员 就不定时的去前往查看 这个货轮以及暗季的状况 那后续相关的处置 可能要等台风远离这个风道逃转之后 才能做一个动作 那以上报报